好接下来这里 我们再把增扇作用的机制 讲比较仔细一点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科学家狄克森 他提出一个内聚力张力理论 用来解释叶片 因为增扇作用产生了一种负压 是谁在木质布中 从根一直运输到金 运输到叶的主要动力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木质布 里面有水 水会由木质布传给 旁边的叶肉细胞 老师画在这里哦 这是叶肉细胞 这是叶肉细胞的液泡 旁边就细胞质 蓝色这个是细胞壁 当木质布的水流到叶肉细胞的时候 在叶肉细胞的表面 就会形成一个水膜 老师这样画 这一层水膜 接着就要介绍一个名词叫做表面张力 它的定义就是液体 也就是水 会试图获得比较小的表面胃能的倾向 就使接触空气的表面积最小 就变成一个球形的 而水的这个表面张力 它是来自于轻溅 所造成的内聚力 而当在叶肉细胞上的水 因为蒸散作用 从液态的水变成气态的水蒸气 然后再从气孔跑掉的时候 这里的水蒸发掉之后 就会越来越薄 就会凹陷下去 凹陷就变成这样子 这里凹陷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水蒸 这里就会弯曲 这表这是水蒸 这个弯曲的水蒸 就会增加表面张力 所以表面张力被改变之后 为了尽可能将水面 回复到原来平整的状态 这样可以达到最小的接触面积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股负压 这股负压就会将细胞内 有水的地方移动到这里 来补充这个水蒸 这里有水就移过来 移过来 使这个凹陷的水蒸 回复到原来的形状 而这股负压所造成的拉力 可以传达到木质部 甚至于到筋部 那以这个土的话 这个产生的这个吸力就负压 是在这两个叶肉细胞 小小的凹缝里面造成的 所以看起来吸力是很小的 但是一个叶子里面 叶肉细胞有成千上万个 所以这个小小拉力累加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吸力 使水由根部往筋部 往叶部运输 所以我们再来整理一次 好,正三作用 是木质部运输的主要动力 它是指说 木质部末端的水 会流到叶肉细胞 变成叶肉细胞间细的水 像这样子形成一个水膜 然后这个间细的水 因为蒸发 变成水蒸气 水蒸气再从气孔 扩散到空气中 而蒸散的时候 水从叶肉细胞的水膜 离开 所以这边会凹陷 凹陷之后 细胞内其他的水 就是水涸就会来补充这个水膜 使它回复到原奶的样子 使表面张力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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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植物就会座 在加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